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在盘中也突破了8600点了 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 很多投资朋友感觉心里面又期待又怕受伤害 到底现在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赢得到钱呢 各位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非常清楚的跟各位表达 这个盘市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机会点 6月份的行情我们又应该怎么样牢牢的把它抓在手里面呢 在5月30号的时候 既然它是这样子拉只有一个目的 它就是要走一次到位 可是一次到位 这个是我们看到市场上它目前正在进行式的 我们要从一次到位 那我们的机会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们到底能够抓到多少 应该是我们能够抓到的绝对报酬 各位这个才是你看R老师我们分析最终的一个目的 我们要找到机会点 机会点在哪里 它要走一次到位 那太棒了 那就是再加大 再拉大我们潜在的一个获利空间 因为K线暗示 这个点位它肯定会让我们再看到 这个是5月30号 好给各位的一个报告 报告的一个重点在什么地方 来 上档压力近在眼前 买多的风险与日俱增 可是这个趋势它并没有反转的征兆之前 6月的台子需要以高出低进来做价差操作的一个策略 压力线在什么地方 压力线在哪里 压力线是在阿好帮你规划的这个地方 如果它要走的是一次到位的时候 各位如果压力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在它还没有反转的时候 那我们操作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高出低进 因为它还没有真的反转 我们的一个大炮 在它还没有反转之前 你可以 可以直接把它弄下去嘛 来 5月31号 它走的仍然是扩散泄行 它走的仍然是扩散泄行 可是我们分析最终的目的是要找出 那我们的机会点到底有多少 到了今天 6月1号 它有没有突破这个扩散泄行的上缘 我相信你可以自己画 从8840到次高点 连线所延伸的这条线 它有没有突破这个扩散泄行 你用你自己的看盘软体 再次的做一次沙盘堆研 但是阿好要告诉你 你所有的分析只有一个目的 你要找到你的机会点 你的利润空间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至于这一个扩散泄行 这个泄行上缘 它到底靠不靠谱 它那个泄行上缘 真的会是一个压力区吗 各位 我相信阿好在昨天 刚刚出入了这一份 6月的台股分析报告 昨天才刚刚出入的 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 已经把这一份报告 已经拿在手里面了 这个扩散泄行 它带给我们的利润空间 到底怎么样去做一个掌握 我相信各位 你昨天拿到的这一份报告里面 都已经非常清楚地表达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是今天 看得到阿好老师的节目 你对于接下来 这个扩散泄行 你看到的 它明明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机会 可是你不知道 应该怎么样去掌握的 各位 今天6月台股的一个分析报告 波通电话进来 阿好请服务人员 送到你的手上 双手奉上 因为这是接下来 你6月份 你最重要的一段行情 你不可以去错过 你不可以去站错边 但是问题是 阿老师 这个扩散泄行 它真的仍然有效吗 来各位 它是不是真的有效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这一段 拉回到4月中旬的这一段 4月中旬 当时它成立的这个扩散泄行 跟现在是同一个 可是在当时 如果你能够掌握住 这个扩散泄行的机会点 你知道吗 从这个地方 一路的杀到7999点 如果你早知道 那个是扩散泄行的话 你抓到的是多大的一个空间 利润空间 问题就只有一个 阿好现在在跟你讲 扩散泄行的上缘 你现在头上也是抱着一个问号 那真的会来 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利润空间吗 就好比在当时 在当时 在4月15号的时候 在4月15号的时候 当时一样是8840 连接次高点 所形成的这条线 阿好告诉你 它是一个扩散泄行 在这个泄行上缘 是你的机会点 因为K线暗示 这个点位 它一定会让我们再看到 8531点 它一定会让我们再看到 在当时 阿好这样子跟你讲的时候 你不是跟现在 完全一样的反应吗 那真的会来 真的会来吗 真的有这么大的机会吗 在4月19号的时候 它要持续往上攻高 而且最高点 刚刚好就打到 阿好帮你规划的 这个扩散泄行的时候 阿好不厌其反的 再告诉你 K线暗示 8531点 它肯定会让我们再看到 而且更重要的是 当这个点位 让你看到的时候 表示它已经从 这个扩散泄行 拉回来 那拉回来代表的是 什么意思 拉回来代表的是 一个波段利润的开始 我不知道当时 阿好这样子跟你讲的时候 你是不是跟现在的心情 完全一样 当时是在哪里 当时是在这里 当时是在这里 阿好在这里跟你讲的时候 你是不是跟现在的心情 完全一样 可是你后来看到的是 一段744点的 超级大波段 这个是同样一个扩散泄行 但问题是 阿老师 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 在那个时间点 我们都看外资的进度单 流畅进度单 不断地在创历史兴高 可是在那个时间点 为什么你光是用形态 你竟然可以帮我们规划出来 而且是一段高达744点 这么大的一个波段空间 各位 阿好用的方法 肯定是跟你不一样 因为你看的是外资的动向 外资的进度单 可是阿好我做的是什么 我用的是什么方法 我用的是一个 button up的操作模式 我用的是一个 由下而上的一个投资方式 最重要的一点是 要做趋势的创造者 而不是做趋势的追求者 什么叫做趋势的创造者 各位 在4月19号 当他往上再攻高的时候 阿好从扩散泄行 知道他来到这个泄行上缘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机会点 因为 K线案是8531 他一定会让我们再看到 而且当8531 真的让我们再看到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 他从扩散泄行 已经被拉下来了 你看到的是 他从扩散泄行 已经被拉下来了 4月20号 你看到的不就是这样子吗 8531吗 到4月20号 你看到的是什么 8502吗 而且更重点是 当这个扩散泄行 他已经K线案是必然在线 已经被拉下来的时候 各位 他就不会停下来了 各位 他就不会停下来了 他会一直来到什么地方 他会一直来到什么地方 各位 他就是一波到底 他就是一次到位 这是什么地方 我们再看一次 这是什么地方 4月15号 来 这是什么地方 4月19号 多少 8743 你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能够提早知道 如果你看到阿豪老师的节目 你能够提早知道 这是一个扩散泄行 而且从这个泄行上缘 8743 这一路拉下来 你知道 他后来跌到多少吗 你知道他后来跌到多少吗 从这一段他后来跌到多少吗 就跌到了5月13号的 7999点 一共多少 744点 如果你早知道 这744点 是不是在你的手中呢 但是问题是 阿豪老师 当时在告诉你这件事情的时候 同样的这个扩散泄行 今天又出现的时候 你今天的想法 是不是跟 4月19号 阿豪老师 告诉你的想法 你头上同样是打一个问号呢 现在大家都叫你要做多 现在大家都看多 可是在这个时间点 阿豪又看到 在一个半月之前 你浪费掉了这744点 他又再一次来到 同样一个扩散泄行上缘的时候 在这个时间点 你应该怎么做 为什么现在不能做多 因为阿豪做多是在 8000点的时候叫你做多 而不是在他涨了600点之后 在这个时间点 再叫你去做最多的动作 阿豪在8000点那时候 我到底看到的是 什么样的机会 还记得520魔咒吧 还记得520魔咒吧 来 导播讲 还记得520魔咒吧 在5月19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是大家 走到要死 大家都说520魔咒 那肯定在520之后 会有金融市的一个沙盘 这个盘绝对会崩起 可是在5月19号的时候 阿豪怎么告诉你 在8000点的时候 阿豪怎么样告诉你 它是一个头肩底 左肩在这里 头在这地方 当他来到这个右肩的位置 在8000点 他不是一个最好 进场布局多单的机会点吗 阿豪告诉你做多 是在什么时候 告诉你的 在8000点叫你要强烈做多 在8000点告诉你要强烈做多 在8000点告诉你 这是一个头肩底 他在晕梁中 告诉你要强烈的做多 后来你看到的是一段冲上去了 到今天 6000点 到今天6000点 可是在涨了600点之后 市场上开始一片乐观了 市场上开始叫你去做多了 那些在520之前告诉你520魔咒 告诉你会有金融市海啸的一个沙盘的 投资专家全部反过来 告诉你这个盘绝还有高点可期待 告诉你这个盘绝前面是晴空旺里一片乌云 可是阿豪告诉你的是什么 台股真正的未来 阿豪告诉你的才是真的台股真正的未来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我不会叫你去做最多的动作 为什么在520之前 全面的人 大家都叫你来观望 大家都叫你来去放肩的时候 我在那个时间点 我看到的到底是什么 我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 叫你在520之前 绝对不能够去放空 因为我在520之前 我看到的是一个形态的头肩底 在520在5月19号 我看到的明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头肩底 而且又当他来到这个右肩的位置 520来到这个地方 他不是要喷出去了吗 在这个地方 你叫我怎么样带会员朋友在这里 穿你去放空 可是在当时 市场上的投资专家 他告诉你 要帮忙 有了你没做 每次只要总统就职就开始跌 可是到了600点 到了已经涨了600点之后 那些专家开始叫你全部翻多 这地方要全力的去做多 到底谁才是趋势的创造者 到底谁才是真正告诉你 台股未来的人 520可以做多吗 520可以做空吗 现在呢 现在当全部的人告诉你要全力去翻多的时候 我看到的肯定跟你完全不一样 5月30号 我看到他是一个上升相形 而且上升相形的重点 是在于高档收两黑 必有低点 上升相形的机会点是在 K线暗示这个点位 他必然在线 5月31号 他仍然是照这个上升相形在做发展 到今天 即便到了今天 他仍然没有脱离掉这个相形上远的这个格局 可是重点是高档收两黑必有低点 重点是 K线暗示必然在线 当他一路在往上走上去的时候 我很明白的知道 我很明白的知道 这个将来我们都会看到的时候 那这个时间点我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布局 去追多吗 还是我应该要带会员朋友站在队的位置 逮到机会就全力的去发动攻击呢 为什么告诉你这几天 当他还没有正式反转之前 要做高出低进的动作 那到第三秒这高出低进 要站对位置啊 5月30号 5月30号规划什么 他只要来到这个压力线 5月31号只要来到这个压力线 8540点 他是相形的上远嘛 这个地方可以空 而且这个地方 他目前走的仍然是那个格局嘛 这个地方8540点绝对可以空 而且一旦空下去之后 8540点 当他报价8540点的时候 这个地方绝对可以空 一定要空 而且一旦空下去之后 他跌破了8500点 再继续跟进放空 他再跌破8478点 我继续做追空 可是爽不要爽过头 毕竟他现在还没有正式反转 8540点空的 8500点空的 8478点空的 到8464点这里 你不能够留下任何一口空单 全部都要回补掉 这个是昨天 这个是昨天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节奏的掌握 这个就是你在盘中 你真正输入的那个关键 节奏的掌握 我在昨天 我到底是看到什么东西 这是不是细微波头肩顶 而且又在这个上升相形的上缘 它出现了 细微波出现了一个头肩顶 那要不要空它 当然是要抢一个位置啊 当它确实如我所规划的 下来的时候 那是不是我已经咬对了 我已经咬对了 是不是要一口咬到底 跌破8500 我就是跟进在空 跌破了8478点 我就是跟进在空 可是爽不要爽过头 爽不要爽过头 抢对了位置 抢对了时机 最重要的是 你要把钱抢到口袋里面 8464点这个地方 你手上的空单 你一张都不能留 为什么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正式反转 因为它现在还在持续 在做一个挑战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是倒 逮到盘中的那个机会点 逮到盘中的机会点 8540空 8550空 8478空 到8464全部空单要做回补 因为今天我们又逮到了 另外一个机会 到底怎么做才会赢 这是每个观众朋友 你每天头脑里面 你在想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随波逐流者 如果你是跟随市场上 那些随波逐流者 你会赢吗 当你还在犹豫的时候 别人已经起跑了 阿豪只能够这么告诉你 今天是六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六月份的一个行情 到底有多大 阿豪已经都完整的 在这份六月台股的分析报告 昨天刚刚出入的一个分析报告里面 已经写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昨天有很多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相信你已经 这份报告已经拿到手了 所以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 你在昨天 你还没有拿到这份关键报告的 今天 阿豪再次开放一天 请务必 一定要跟我们的服务人 做进一步的咨询 请服务人员 把这份报告送到你的手上的时候 阿豪要提醒你 这份报告 关系的你接下来 六月份 到底能不能够从这个市场上 重返荣耀的一个关键 详细的一个内容 欢迎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做进一步的咨询 回来阿豪告诉你 明天 机会在哪里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资金 我们的资金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起股双赢 起股双赢一把兆 固得投雇就是 021578-30002578-3000 起股双赢一把兆 固得投雇就是 鹅排七米床 如果早知道这744点 就是你抓在手里面的一个绝对报酬 如果你这744点已经错过了 那同样的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不要去做把握呢 目前的加权指数 它走的仍然是一个扩散楷型 当你在这个地方4月19号 这个扩散楷型的上缘 你错过了机会 你错过了一段744点的一个大行情 如果市场它又给你第二次机会 你要不要去做一个把握呢 K线暗示 这个点位它肯定会让我们再看到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扩散楷型 到底要怎么样的 完整的去抓在你的手里面 在昨天 5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结束之后 出了一份6月的台股分析报告 这个扩散楷型6月份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掌握 在这份报告里面 已经报告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昨天也有非常多 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 来电免费索取 我相信各位都已经拿到手了 如果你是今天才看到节目 如果你昨天来不及去做一个索取的 请今天一定要跟我们的服务员 索取这份关键报告 扩散楷型744点 这个是前一波的行情 我告诉你 你有赚到吗 我不知道 可是当市场又同样一个扩散楷型 当它又再给你第二次机会的时候 你要去把握吗 6月的第一个假日 持续往上攻高的过程 它走的是一个上升相形 可是上升相形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我们关心的是 当它持续在往上攻高的时候 我们的机会点在哪里 当它持续在往上攻高的时候 我们也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框架 发现了神之K线理论 同时出现了两条 这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点 你可以再仔细看 你可以再观望 可是阿豪要提醒你的是 当你还在犹豫的时候 别人已经起跑了 当你这几天还在犹豫 还在观望 还在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时候 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个观众朋友 已经起跑了 跟着阿豪老师一起并肩作战了 明年的机会点在什么地方 你可以拿起电话 跟着阿豪老师一起并肩作战 明年的机会点在什么地方 两个狙击点 都已经帮会员朋友 做好完整的规划了 当你还在犹豫 还在迟疑的时候 各位 744点过去了 那个只是告诉你 谁可以告诉你真正台股的未来 如果当市场 还要再一次给你机会的时候 怎么样去掌握盘中出手的节奏 拿起电话 跟着阿老师一起并肩作战 当你还在犹豫的时候 别人已经起跑了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 获利双指标 购得投资人应独立则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资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购得投资就是 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资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资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购得投资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台湾要和世界做争议 需要更多的好朋友 当其他国家都在签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当然不能缺席 台湾走出去 经济更有力 外资走进来 产业更升级 Thank you 加入区域经济整合 再创台湾经贸奇迹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筒万叙 当机会千载难逢 昨日启用1000元体验轰店了一个月 就算轰动时找操盘秘籍及上课券 千言万语这次只要1000元哦 请播02-365-3255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战部消防署关心您 行前需注意气象 天气稳定才能登山哦 Go 小胖 快点 大家等待小胖 队伍别拉太长哦 小胖 没事吧 没事 登山时同伴间要互相照应 事故发生时 应立即拨打119或112进球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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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战部消防署关心您 我们创业是为了圆梦 有如阿嬷的味道 让大家都吃得到 就是我们的梦 创业的梦 创业超不浪漫啊 我们年轻人哪有什么本性 我在网路上查了很多字